哎哟,没想到林汉玲现在要好事将近了呀,花瑶县主确实是一个好姑娘。 是啊是啊,你们两个简直就是女财狼貌,情组之和呀。 女财狼貌?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在回家的马车上,林七摸着自己的脸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爹,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生得像你一点呢? 你看小妹一个姑娘家长得这么像你,你是不是对小妹偏心啊? 你没事吧,这是我能控制的吗?而且长得很像你娘亲不是很好吗? 你娘亲可是当年和丞相并列第一的夫人。 我们三个人中,就大妹妹长得最正常。 她长得又像你,又像娘亲,就是你们俩的结合出来的漂亮容貌。 我和小妹两个人,完全就是生错了长相。 长得像你娘亲不好吗?你要是长得不像你娘亲,我早就把你丢出去了。 要是你敢在你娘面前说这样的话,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林沫现在正在青楼的门口跃跃欲试呢。 这里面有大官哦,太夫夫人经常女伴男装来这里逛青楼,今天她还带着女儿一起来了。 这样的妈妈实在是太好了吧,居然带着女儿来逛青楼。 我要是跟自家娘亲说我要来逛青楼,哼,那娘亲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。 走走走,我们去看一看。 后面悄悄跟过来的太尉咽了咽口水。 老伙计,你家后院着火了。 林沫一进去,就被里面的纸醉金迷给迷倒了。 看到你右上角的那个左拥右抱的人吗?那就是太夫夫人。旁边那个没情目性的小公子就是她女儿。 妈呀,这太夫夫人有点牛啊。 回里搂着一个美人,腿上还坐着一个美人,边上还有一个美人在给她喂酒。 这太夫夫人,怕不是生错了性别吧? 就在林沫痴痴地看着那边的时候,一个女子突然撞到了她的肩膀。 哟,这小公子长得可真净巧。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俊俏的小公子。 你年纪多大了呀,该不会是偷偷跑过来的吧? 要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,那还是赶紧回家吧。 你这年纪还太小了,可别伤了身体了。